演唱 智瑩 《彨星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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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喔彨星大神 我彨星大神 彨星大神 好 前陣子園到國外去講課 禪修課也稍微耽誤到 最主要也是要培养我们自己身团、身众 还有我们的师众弟子 对禅修都要一些基本的体验跟认识 那出家人对禅修的观念 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禅修是为了帮助我们 达到解脱的境界 它是一个方法 若不透过打坐禅修想要达到开路 佛陀说这就像主杀成犯 是不可能的 那有些人说我用念佛啊 我诵经啊 我拜灿啊 可不可以 当然都可以 但是 你不管念佛 拜灿送经 到最后 你还是得回到 要有禅修的基础 这个禅修的基础 不只是我们做在谷团上 它是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坐断一根 就是坐断一根 坐断一根 静念相熟 有些人应该都听过 对这八个字呢 应该不陌生 这八个字呢 是出自于能源经 出自于能源经 它就是大禅厅 就是所有的大禅厅 那我们为什么要透过禅修 来做断一根 我们平常我们的设法跟心法 这设法跟心法 是相互一代而存 设法 跟心法 设法就是我们的身体 心 就是我们的精神 也就是我们的意识 这是设身 这是身体 这是我们的心也就是我们的意识 这两者呢 不可能独立存在 假如设身独立存在 不需要意识 它就是个尸体 它就是个尸体 就是指这个 没有呼吸的 一个尸体 一个尸体 那心 这个意识呢 它也不可能独立存在 它假如没有透过意识 没有 这个意识假如没有透过设身 来作为它的一副体 它就变成 狗魂压鬼 到处流浪 就变成狗魂压鬼 甚至呢就是在三二道 等等 所以设法跟心法 把这两者是相互依存 相互依存 但相互会影响 我们的意识 心 有透过累结的业感 有隐业 有满业 隐就是过去的 造的种种业 现在会影响我们 会引导我们 最大的就是欲望 就是欲见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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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昨天在谈 前几天在谈这个能源经 圆绝经有谈到 就是欲望 让我们在这个 世界生死轮回 所以有隐业 有满业 这个满呢 就是欲望 就是欲望 就是我们的身体 就是我们的环境 这种满业呢 就是你现在依附的正抱 这种满业呢 就是你现在依附的正抱跟衣抱 所感染的 这种满业呢 种种的作用力 我们称了满 满 譬如说 高海胖瘦 身体设身的好坏 有些人的生命 可以很健康 有些人的寿命 身体就滤滤滤滤 这为什么 这就是满业 这满业是现在在感受的 它是可以透过转变的 那现在更可以谈 我们要透过打坐 要求我们的身体 能够到达一个 极尽的状态 极尽 假如以佛陀的一个 一个身心极尽 有些人是说 所谓的 入无鱼连盘 入无鱼连盘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透过禅修 让我们的身不照动 所以打坐的坐姿很重要 而不是打坐 你不会打坐的时候 你就坐在那里 只是把时间放过去 贪在那里 是打坐的坐姿 至少就是要把坐姿做好 手印解好 七字做法 盘腿 能够双盘双盘 没有办法双盘 要单盘 甚至如意坐 就是不能散坐 除非你这个 这个脚受伤 这个就是要多 折心惨 人家可以打坐 我又不能打坐 以前就有这么一个故事 真实的公案 有一位修行人 比丘 在山洞打坐 每天就打坐 那一个山洞 本来是有一些山省土地 在那边居住 在那边居住 只有这个比丘来 就强行要入住 要住在那里 自己就发现说 我要在这个山洞里面打坐 所有的山省 山省土地 要离开 接他打坐 接他打坐 他一开始 打坐 山省土地 不高兴 本来我住好好的 你来就把我赶走 赶走 他们就去邀请 他的同党 这同党 如果是鼓鼓 就对了 要把他报完行 要找他麻烦 要去干扰这个修行人 那这个修行者呢 在山洞 在山洞的时候 哎 这些山省土地 这些古文在那里 不高兴 打票的人 要找他麻烦 要去干扰他 那 当他去 打扰他的用功的时候呢 这位比丘 一开始打坐的时候 哇 是双腿盘起来 炯炯有神 这山省土地 看到他的轨移 有让他打坐 其他轨移 就是端身正坐 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端身正坐 被他的端身正坐 我也给震撼 所有人都不敢 靠近 而且他端身正坐的时候 他身体呢 会散发出一种 很慈悲 很慈祥的一个 亮度 有慈光 当时的所有的这些 三省土地啊 反而呢 被这位修行者的 所散发出来的这种慈光 给震撼了 他将来就反而呢 跪下来顶礼 顶礼的这位比丘 他们就在山洞外 当起了他的父法神 结果时间呢 慢慢的经过了 三个小时之后 一个小时之后 他开始精神不好了 这位比丘修行的精神 开始怎么恍惚了 注力不集中了 本来是双洞 打成怎么样 改成单洞 这一单洞呢 糟糕了 这个慈光的亮度怎么样 像风中的蜡烛 会摇晃 会摇晃 就快熄念的感觉 快熄念的感觉 当时的这些 这些 这些 就觉得 这怎么这样呢 开始起承论 起承论 不高兴 我们本来想说 你已经有这个 这个慈光的这种亮度 想说就把山洞 就让给你用功了 怎么开始这个恍惚了 那个亮度开始摇晃 哇 那些山洞 突然就开始 有里面就有一些小鬼起承 说 啊 那这样想象 不用说 我们还是把那拉下来 再起承 一有人讲话 就开始起承 我就跟着起承 这个时候 这个比丘在打坐的时候呢 似乎听到有人在讲话的声音 好像说 有人要把他拉下来 可是他没有看到人 就是有那些 双心脱地 他想说 可能是自己怎么样 太累了 胡思乱想 不当一回事 一类类的 本来还有单盘 现在你单盘也不做了 就上盘 两只脚就摊开了 就撑在那里 哇 本来是还有一个风中蜡烛 还有一些摇晃的灯光 现在亮度全部没了 变成黑暗的 这里面的那些小鬼 就去跟鬼王报告 鬼王说 鬼王就说 岂有此理 我的山洞让给他打坐 想说 他应该有相当相当的 这个坚强意志力 怎么可以这样 鬼王就不高兴的 带领这个 这些小鬼 要去把他 赶出去 轰出去 把他推走 这个鬼王带着一些小鬼的 轻轻轻轻的 这一个比丘呢 听到怎么有这些声音啊 开始 起给我胃了 开始自己要打起来 你打起来就觉得 糟糕 不可以懈怠 赶快 提起精神 打起双盘 把身体做出做好了 一做马上又有亮度了 一亮度的时候 那鬼王不行不行不行 赶快要跪下来顶你 鬼王就跟比丘说 若能够依此的光明照耀世间 能依此光明照耀世间 是真修行者 那比丘呢 听到这句话之后 再也不敢卸台 就在山洞里面 这样用功 那这个公案呢 是在提醒着我们 威仪啊 您的威仪就无形中 就会度到很多无形的众生 何况是我们看得到的众生 一个人的威仪好与坏 直接就影响到别人 直接影响到您的气氛 影响到您的修行的感觉 一个人的威仪 修行人的威仪 他是可以度众生的 那财修就是一种威仪度众生 所以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的时候 言语的谈吐 威仪 尤其是一个修行人 出家人 穿着身子 威仪 自然就能够呢 在您的生活上 让您的威仪 展现出您对法的功绩 就是这位比丘在山洞里面 诶 他做 平常呢 一下做呢 也都能说怎么样 自心已出 不敢散乱 所以身口意 自然就会持戒庄严 身 不犯杀到鱼 口的不饿鱼 不良鱼 不祈语 不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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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欲 不杀到你就身业清净 口业清净 那从身口七字业清净 那你的意业 就贪真吃 也自然会清净 所以意业要清净 必须要求身口七字业 身口七字业 身口七字业 能最清净就是在打坐 你打坐 绝对不会去犯杀 道银 你不会去 在那边打坐 你想要去杀生 也不会去偷 也不会起淫欲心 重男友也要赶快择心颤 打坐的时候也不会恶口 不恶口 不会破口大骂 骂脏话 那个不堪入耳的话 让人家听起来就不舒服 破口骂人 会有一种所谓的 这个这个 对人身攻击的 这个就是恶口 不两词 不挑拨离间 不会去讲一些是非 影响修行 不奇语 不会去讲一些 男女之间的一些 一些奇怪的一个 语言 影响了人家的亲情 不妄语 不讲一些狂妄的 在打坐 你看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把话再进行走路 微语把他听起来 那身口七之夜清净了 那一夜就会更加清净 不就不贪不撑不吃 好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时候 我们的心法 意识 就在打坐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我们的意念会呢 分飞乱想 很多的妄念 他自然会跑出来 你以前没有想过的 甚至你现在已经不在想的 你反而在打坐的时候 他一直浮现 我要告诉各位 不是因为你打坐他才浮上来 是刚好你在打坐的时候 你身心保持在 平静的状态 还没有到几近 只是比较平静 没有散乱 比较容易发现到 你的起性动念 而这一些起性动念 平常就已经在干扰你 只是你不注意 你没有注意到 反而你在打坐的时候 你发现到 以前让你不快乐的事情 让你不不快的事情 开始怎么样 浮现了 那浮现的时候呢 你不用随着妄念去跑 你看住了任何妄念 你只要把打住了坐姿做好 腰杆挺直 舌顶上二 牙齿微微的扣住 然后眼睛呢 不要全部闭着 你这闭着什么就困了 眼睛就自然的张开 舌顶上二 结所欲 看住妄念来了 不理他 一样 念你的佛号也好 或者俗心 那妄念就会跑掉 跑掉就不会带着干扰你 不然你还一直在那边打妄想 那透过这种方式呢 有什么样的好处 这个就是在消灾 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消灾 消什么灾呢 消你累劫的业障 在你打坐的时候 他出现了 他已经干扰不了你 你也不会因为这个妄念的产生 而有高兴不高兴 有悲伤 有痛苦的感觉 为什么 你已经懂得放下 超越他 所以在打坐的时候 有些新同学 就刚出家的 这个打坐的这个 威龙这边再要求一下 把他坐姿做好 打妖感体质不能 这个上半 这个一个修行者在打坐的时候 就是对法的工具 你那个心的集中 就是感觉到 你对法 对解脱生死 有一份好要 假如你看在那里 不积极不用功 就像刚刚谈的故事 鬼神觉得你不用功 他不会护你的法 隆天都不会护我们的法 当你打坐精神一来 鬼神也干扰不了你 他不干扰你 反而他会去护持你 为什么有些呢 一红法 一度众生 就会有这么多人去护持 因为他平常而已 早已经度化了很多 无形的众生 这些无形的众生 转身于人间 他就是成为你的弟子 他就成为你的护法 他就成为你的怎么样 忠实的三宝弟子 所以为什么 不透过禅修打坐 想要达到开悟的境界 这不太可能 尤其我们一个出家人 乃至三宝弟子 假如连一个禅修的 一个未到地定 出禅定 乃至三禅二五四禅 一个禅的定的境界 都体验不到 就想要到极乐世界去报道 交出成绩单孔 这个学婚不够 就被拉倒 你会唱颂 会怨孔 会很多很多的法会 这个也许就整个学婚里面 只是占了十分之一 禅修是占了十分之六 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占十分之六 就举例来讲 他比例为什么占的比较高 那截断生死 作伴逆更 那太重要了 所以这一门课 基本上他本身呢 是一种自觉的课程 自己要有决定 自觉 自己要决定 要有那种意志要去超越 平常呢 有空也要把心保持在 平静的状态 那把一些不好的习惯 习气 就要发愿把它挨掉 要突破 那你会在打坐的时候 你的智慧会开 你的智慧 智慧们会自然的 会透过你时间的联机会打开 你不要跟我讲说 你只有打坐一天两天 一个学期你就要打开智慧 不可能 主开学都要有时间了 尔光开悟联结五十节 不知道轮回多久 我们现在才开始在主开始而已 我们现在是一个大冰块 而且是已经结冰 几千年几万年的大冰块 现在不过只是一个蜡烛的小火 要把冰块给融化 要挤重大的时间 那你要慢慢的把那个 本来只是一个蜡烛的光 慢慢的成为个大火聚光 乃至成为太阳光 才把这个蜡烛的业障 这个大冰块给融解掉 把那个业障给消掉 我们现在不过 那个灯 是不是有点亮都还不知道 就想要把大冰块给融化 不可能 所以想要注意的就是把那个灯给点亮 灯点亮了 这个火点亮了 有亮度了 有热度了 这个冰块就会融化 就是我们累积的罪障业障 融解掉了 冰块回到原来的清净的本质就是水 我们把我们累积的业障 我们把我们累积的业障 罪障消掉了 就回到我们本来清净心 就是这个道理 今天先把这个概念 大家把他记住了 一定要把他记住 要发跃 把智慧之光点亮 把智慧之光点亮才能够融化 融解 累积的罪障 这个大冰块 才能够融解掉 你不去点亮这个智慧之光 这个累积的罪业冰块是融化不了的 他只会越急越厚 所以要把他点亮 打坐就是要点亮那一个智慧之光 今天先简单 丁哥谈到这里 我们下课